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真是对应上了人红是非多这个词了 但是有些矮骂是没有道理可言的 比如说有很多人在看了俊静怡演的剧之后就表示 俊静怡一点演技都没有 可情况真的是如此吗 若不是看了如意芳菲的话 估计真的是要被那些人带偏印象了 事实上啊 俊静怡的演技还是相当到位的 特别是她的眼神仿佛是会说话一样 观众只要看到了她的眼神 就能够瞬间的读明白 女主角这时候的情绪状态了 回到如意芳菲的剧情当中 这场洞房刺杀戏是 俊静怡和张哲瀚高手过招的作品 根据剧情的安排 俊静怡扮演的女主角呢 是故意接近张哲瀚扮演男主角的 并且在男主角没有提防她的时候上演刺杀好戏 所以这时候可以看到俊静怡的眼神 我们可以看出来她显得异常的挣扎心理的状态 一方面是很紧张的 另外一方面是她能够感受到对方的爱意 但是她为了报仇又必须把对方给杀死 不过男女主角的武功差距太大了 因此这个刺杀的动作马上就被拦住了 所以这个时候俊静怡的眼神里吧 就有了惊慌的神移情绪 并不是单纯的瞪大眼睛 我们看出来女主角的情绪这时候变得有点慌张了 但是这种情绪变化也很正常 就好像是学生们热血沸腾地逃学了 在逃学成功之后就会变得很慌 毕竟会被老师骂甚至是请家长 可是那种惊慌的情绪呢 也仅仅是只在俊静怡的眼神当中一闪而过 很快她就领回到了自己的使命了 杀死眼前这个人 因此努力想要霸开张泽汉的大手 不得不说这时候俊静怡演得可真好啊 在这个画面当中 唯一要吐槽的大概就是作为道具的刀子了 这刀子看着就不锋利 怕是连水果都切不开吧 只能说导演为了怕演员们出意外 道具都是准备到非常安全的水准了 张泽汉演技呢也是极为亮眼 用着很真诚且不敢置信的眼神 看着俊静怡 然后说出了台词 你愿意嫁给我 只是想报仇 都可以感受到男主角的内心有多纠结了 这也好像很多男生谈恋爱 发现女方是为了让她成为接盘侠 又或者是冲着她的钱来的 这也肯定会神伤 对自己的魅力产生一些怀疑 距禁以此时的眼神再度产生了变化 给人一种落雨蒙蒙的感觉 情绪上呢则是从坚决勇敢 转化成了失落迷茫 编剧给出来的台词呢 也很能够体现出女主角的手足无措 告诉我真相 说明女主角对男主角还是有爱意在里面的 这也符合了人非草母熟能无情的常理 毕竟男主角对待女主角那么好 只要不是被良心遮掩住了 那么肯定会良心发现的 这也是剧情当中 为什么女主会在大婚之夜动手的原因吧 说大婚之夜是男主警惕性最低的时候 还有点就是结婚后 有着一夜夫妻百夜恩的说法 一旦结婚过上了安稳甜蜜的日子了 那么女主肯定就舍不得动手了 剧情接下来的转折呢 到了张哲瀚的台词 说动手吧 在听到了张哲瀚委屈巴巴的语气之后呢 剧情依哭出来了 这也是看得出来剧情依眼睛进步的一点 只要是情绪酝酿到位了 就可以哭出来 给人一种很真实的感觉 在剧情当中 这也是女主角情绪上的进一步转变 后来张哲瀚拿着剧情依手上的刀子 刺破了她一副礼拜的番茄匠之后呢 也是说出了最感人的台词 此非长命乃长情 面对那么有情有意的如意郎君 谁还真的下了两魂手呢 于是剧情依在放下刀子之后 整个人干坐在床边 脸上也是露出了后悔莫及的表情 观众自然也就可以轻易的解读出来 女主角此时的情绪变化了 那就是搞清楚真相 知道自己会对了如意郎君之后 又是心痛又是恐慌的心理状态 不得不说剧情依的眼神戏实在是太到位了 跟张哲瀚的这一场对手戏较量丝毫不弱下风 能够兴晰的让观众们理解到了人物的状态 并且一点都不出戏 能够演出这种眼神有戏情深意动的状态 相信剧情依也是是时候摆脱流量的标签了 今后他出演的作品 相信也会越来越好看了 当然剧情依能够演技进步越来越大 也是要多亏了这些喷子吧 正是因为有许多喷子不断地喷他的演技差 这才让他变得更加的积极努力 让自己的演技有进步了 吃光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